大家好 蚝油生菜很多人都做错了 做出来不脆不嫩还发黑 今天大厨来教大家正确的做法 这是我们洗干净的生菜 下一步就可以敲水了 这个菜里面我们需要准备生菜还有蒜末 这两种材料 这个蒜是我们切出来的 然后我们稍微抓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们往水里面加一点点生油 还有一点点盐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生菜 给它煮至稍微有一点点透明 不要煮过头 煮过头的话就不会脆了 加一点点油和盐 是防止为了不让青菜变黑 我们用筷子稍微给它冻一下 很多人做错就是因为这一步 用水煮过的青菜会比较有营养 如果炒的话它会流失部分的营养 而且用水煮它也不会发黑 会脆 现在我们煮至透明的青菜就可以捞出来了 煮至好的青菜可以捞出放在碗里 等一下我们调个酱汁淋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青菜里面多出来的水我们是要倒掉的 现在我们来炒一个蚝油生菜的酱汁 下入底油 热一下锅 下入我们的蒜米 炒一下 下入一点点酱油 还有少许食盐 炒一下 炒香 炒香 再下入我们的蒜米粉水 给它勾芡一下 再把它炒至浓稠 炒至稍微有点粘稠状态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酱汁淋到我们的生菜上面 所以我们每个人做点 再加上蒜米粉 可以带一部分 一起烤上盆 一步 有些料理 看一部分 吃少许